台湾中南部近日暴雨成灾 蔡英文25号南下加以勘灾 但却坐在云豹装甲车上由众人簇拥前进 令当地村民不满的大喊不要指来作秀 国民党发言人洪孟凯也在脸书贴出现场民众直播画面 痛批如此大排场堪称史上最傲慢的勘灾 也向足了花车游行上的选美小姐 蔡英文前往嘉义勘灾 坐上云豹装甲车 随乎则是泡在水中行走 灾民看到了蔡英文这样很生气 不要走在干的地方 人民是泡在水里面的 灾民哭了要蔡英文下车 等蔡英文真的下了车站在水里 眼前民众确实骂不停 蔡英文到处勘灾 但所到之处皆是民众们的抗议声音 蔡英文拍拍民众是否安抚灾民情绪 但走到另一处 嘉义县长张花冠勉强挤出笑容 赶紧解释说县政府真的有做事 尽管蔡英文深入灾区 试图苦名所苦 但搭乘云豹装甲车 深入灾区仪式却惹来非议 国民党发言人红孟凯 就在脸书上晒出画面 痛批史上最傲慢勘灾 形容蔡英文像是花车游行上的学妹小姐 还有民众在脸书火大开呛 勘灾连下来泡在水里做做秀都不肯 搭云豹来就算了 装一下沉痛 装一下反省 可以不可以 面带微笑是哪招 还给我挥手 你是来谢票还是来扫街 你确定你没有跑错棚 针对蔡英文勘灾IP 蔡版发言人黄崇燕则发出声明驳斥 表示蔡英文搭乘云豹 是为了快速到达勘灾点 抵达勘察点后 即全城涉水探视受灾民众 并无规避涉水问题 这类断章取义的刻意操作不应该 26号下午 蔡英文临时增加勘灾行程 再度前往嘉义县布袋镇东港地区查看 嘉义县长张花冠说 蔡英文25号涉水勘灾 为协助小区积水能够及早消退 当场指示台防务部门 立即调遣海军大型抽水机前来 水利部门也同时抽调多部抽水机 加入抽水工作 蔡英文是来验收成果 并非受网络影片事件影响 两三天的暴雨 造成这么严重的淹水灾情 其实近年来 这些地方投入至少700亿元新台币制水 如今却徒劳无功 台南有10个行政区都泡在水里 灾民们抱怨连连 三天大雨让南台湾几乎泡在水里 台南白河一楼明宅几乎灭顶 尽管雨停了 还是有部分地区积水未退 南东东这里又淹水了 但尽管现在放勤抽水马达抽了半天之后呢 这里可以看到最深的地方呢 水深还是有15公分 天列治水经费 高雄台南屏东加以一共700亿 其中高雄12年砸了303亿 台南十年130亿 屏东100亿4.6亿 加以也有100亿 花了这么多钱却还是打烟水 台南家里麻豆白河等十多个行政区 更是直接泡在水里 试得不好 因为每次下大雨都会积水 因为小时候我在这边出生 我都知道 我好 我好 你这边要通过 他又没有通过 那边水到够那边水到够 就冲不过 移动式抽水机哪里淹水往哪摆 但似乎款不积极 以台南市安顺辽排水系统为例 十年的保护标准283毫米 这次却累积了400多毫米的雨量 而嘉义市巴掌溪支流排水 10年保护标准是137毫米 这次的雨量却是超过500毫米 这样的排水保护标准 怎么经得起雨水变下 超过200毫米的雨量 沉水是抽水机 还是有它的抽牌的效能 那大概一个小时的容量 不要超过70 我可以顺利排除 那目前我们从雨量站来看 大概10分钟 16到22 一小时大概快接近100 蔡英文25号南下嘉业 乘着云豹装甲车勘灾 一度向灾民挥手致意 甚至还在脸书上传他的勘灾照 那联想到过去 马英九曾经是搭乘直升机勘灾 被蔡英文打骂 说是无法体会灾民的痛苦 那么纽教授 现在蔡英文搭着云豹装甲车 难道他就能够体会到灾民的苦了吗 坦白讲就是说 蔡英文完全没有苦名所苦 蔡英文在这整个的一个 勘灾这个事件中间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来讲的话 就是说他全然没有同理心 在勘灾这个过程中间 其实动用了非常多的一个警察 跟军队支援的一个相关一些力量 而要进行一定程度的一个 维安部署的话 就可能会侵扰到灾民 他去清理家园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所以会造成灾民清理家园的一种困扰 那第二部分来讲的话 有些灾民他们好不容易 把家里的积水给排除掉了 但是蔡英文的一个云豹车一来的话 因为云豹车它体积非常非常大 那前后又有一些车子 那所以这个积水又全然被云豹车 给推送到灾民的家里面 所以灾民怨声载道 那另外来讲的话 蔡英文的一个勘灾 它其实嗅味非常非常浓 因为蔡英文坐在云豹车上面来讲的话 他其实是把头手伸出车外 然后偶尔还会对旁边民众微笑 甚至挥手致意 这个坦白讲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观感非常非常糟糕 因为它像极了选举造势 在宣传车上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行为 那更令人质疑的是 在马路上面 他的整个的一个摄影观 还泡在水里面去帮他截取一些 他最棒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画面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会质疑就是 这样的一个操作基本上 当然是一个选举的一个操作 他希望能够借由摄影官所拍出来 相关的照片或者是影片 去行诉蔡英文 关心民众这样的一个印象 突立于选举上面的一个宣传或营销 那第三个我是质疑的是说 当栽民在进行对蔡英文批评的过程中间 或是在网络上面直言蔡英文的过程中间 蔡英文办公室的发言单位 他们就用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 来指称你们这些灾民所宣称的相关的一些论述 或者是所骂的相关的内容 都是一个断章取义的一种内容 是不健康也是不应该的 我看到这一段相关的一个发言人的一个论述 我会觉得发言人似乎是透过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感觉 去批评灾民 他完全没有用同理心的一种态度 去感受灾民的辛苦 这一次的一个蔡英文的一个勘灾 应该是史上最傲慢的一种勘灾 那近年来这些地方已经投入了至少700亿元新台币来治水 不过我们看到这次中南部还是造成了严重的灾情了 这回淹大水是不是代表着过去的治水预算 就全都丢到水里了呢 而且这次的灾情这么惨重 灾民的呼声又很大 是不是也是代表着还要再继续的追加治水预算 这个是台湾治水预算的悲哀 沦为最后都是一种政治的分赃 那么图利的都是一些政治人物 这是我觉得台湾历年以来 对于治水问题始终没办法解决的最大关键 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一个天灾来看的话 大家都好像说是雨下得太大了 事实上这一次的雨量是大 是急 但是相较于过去的八八风灾的雨量 并不是最大的 所以也就是说经过这将近八九年来的治水 花了这么多钱 刚刚主持人提到近700亿元的预算 这个预算是在陈水扁执政的末期通过的 大概就是马英九那八年的时间 交由各地方政府去执行的一个治水预算 其中台南就分到169亿都是新台币 那么高雄分到101亿新台币 可是我们却看到 这一次这两个地方的灾情反而是越严重 所以可以理解到这一些钱白花花的银子投入 好像没有得到预期的效益 跟对于治水工程的改善 那么老百姓还是苦 现在都看不出成效 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再多的钱能够有效果 就在刚刚主持人提问的早一些时候 我已经看到新闻告诉我们 高雄的这个候选人 已经跟赖清德提出能不能增加预算 能够让高雄来治水 这一答应就是220亿的新台币 从我们前瞻预算里面拨出来 做这样的一个治水的工程 我觉得这些钱都会到无底洞里 如果这些政治人物 没办法改变一些观念 就是说治水可能需要整体 做一些有效的统整的规划 而不是放任各个地方政府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没有办法从根本的问题 来做治水的解决的话 这样的治水都是表面功夫 经不起天灾一次来的一个侵害 连日来暴雨造成台湾中南部地区 严重淹水 其中就包括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 曾经主政的台南市 对此呢 曾经自夸是治水良衣的赖清德 就辩称24小时雨量超过600毫米 下在台湾哪个城市不会淹水 他还让批评他的人去当上帝 引发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本周台湾大话王 来看看这场暴雨 是如何戳破赖清德治水谎言的 台湾中南部暴雨成灾 台南高雄等地淹水灾情最为严重 赖清德陈局备受质疑 之前的治水工作彻底破功 面对记者围追堵截 已经身为蔡办秘书长的陈局选择闭口不谈 但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 却在24号主动站了出来 似乎还嫌不够 赖清德24号晚间又在脸书发文表示 以台湾现有的防洪水平 无论在哪一个县市 在超过每小时100毫米的雨量下 很难不淹起来 但如果没有过去这些水利建设 积水将无处可去 水退的速度会更慢 造成的灾情也将在数倍以上 简单来讲 像这样的雨势下在日本 日本淹大水 造成灾情 下在台湾任何一个城市 统统都会 2014年赖清德还在担任台南市长时 曾自夸 淹水30年的痛苦 我花三年解决 因而赖清德竭力捍卫 自己曾经的治水成绩 赐水有没有成效 包括台南 云林嘉义 甚至高雄 住在当地的民众最清楚 他们自身的感受是最了解 清帅的一句话 否定了大家的种种努力 特别是人家在淹水的时候 没有同理心 然后做一些没有必要的批评 这个其实是不应该的 赖清德的相关表态引起岛内舆论痛批 国民党发言人洪孟凯在脸书表示 对于洪水灾情 赖清德没有任何反省 反而要批评者先当上帝 看会不会淹水 如果逻辑成立 那么过去2010年高雄大淹水时 蔡英文第一时间跳出来炮轰马英九 不就是自认为上帝 他津津乐道的台南治水的台湾经验 台南治水结果是什么 平常没有灾情的时候 一样可以淹大水 碰到昨天这种狂降雨 灾情更是惨重 这种台湾经验如果要推广 对台湾人民来讲实在是一个灾难 有网友用三句话就点破赖清德的神逻辑 治水前问为什么会淹水 答 雨下太大 治水后问为什么会淹水 答 雨下太大 同时间问为什么不放假 答 雨不够大 还有网友表示 在台南住四年 每年都淹得乱七八糟 花300亿新台币还淹水 说只能怪老天笑死 眼看舆论延烧 意识到自己失言的赖清德 25号到云林 嘉义 台南 高雄等地看灾时 在嘉义县 他对本次水灾受灾民众表示道歉 我代表政府 向嘉义县 嘉义市 云林县 台南县 高雄市 还有澎湖 以及所有在这一次水灾当中 受苦的民众致歉 让你们受苦了 一改前一天说 这样的雨量哪一个城市不淹水 让批评的人当上帝的强硬说法 赖清德道歉声称要扛则 一场暴雨 让赖清德的台南治水神话破功 同时也打脸蔡英文 尤其是我们台南市 赖市长 那么在这一次 我们看到了在过去治水的成绩 是减轻了这一次 淹水的面积跟灾害的范围 那么对于他过去的努力 我们非常非常的敬佩 过去我担任台南市长 参与治水的工作 现在我是行政院院长 推动政府 成败本就应该要我 由我一手一肩扛起 那我也希望 责任由我承担 所有的责任到我为止 真的这样吗 当面对南部民众和记者的 当面问责时 赖清德似乎又按捺不住脾气 在台南市勘灾时 赖清德刚刚说 气候变迁越来越严峻 唯有更加谦卑 面对大自然的挑战 从中汲取经验 据以运用新策略 才能将伤害降到最低 可是一转头 面对记者的提问 赖清德的态度 却显得那么傲慢 难怪被岛内网友 亏视台湾第一大话王 国民党前政策会执行长 蔡正元也发文酸赖清德 这应该是雨量太大的错 台南地理的错 绝不是赖清德的错 能说赖神有错的只有上帝 其他凡人都不应该批评赖神 23号开始的这场大雨 把各县市淹得惨兮兮 治水有没有公 画面会说话 恐怕也让赖清德脸肿肿的 新党今天下午在新北市举行 创党25周年党庆大会 今年党庆的主轴是 打开天窗说亮话 民族复兴是王道 特别的是马英九出席党庆大会致议 新党青年军王炳中等人 日前在马英九遭三中案起诉时 曾召开记者会表示力挺 马英九此次出席新党党庆 也被认为是对新党支持的回应 新党副主席李盛峰首先发表讲话 他表示新党是始终如一的政党 直此建党25周年之际 新党会一如以往的为两岸和平奔走 发声为中华民族复兴 做出应有的贡献 只要主张台图 就没有现状可以维持 只要主张不同 就没有现状 台图的维持现状是广化 我们面对统一的维持现状 是空化 只有扎扎实实实的 面对一周 面对两岸同时的一个中国 台湾大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有机会维持现状 新党主席玉木铭强调 施政者不断推行所谓渐进台独文化台独 才是破坏台湾安全的恐怖行径 所以台湾现在是说谎成性 诈骗成群 一堆人说谎 每个人都喜欢说谎 一堆人就变成诈骗了 平民说要大陆给善意 你有给大陆善意吗 当天典礼上 新党的十位市议员参选人悉数亮相 玉木铭表示 今年年底的选战 新党将把目标锁定双倍 值得关注的是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也出席了新党党亲大会 发言中马英九重申 改善两岸关系有利于重建台湾繁荣 他呼吁蔡英文讲信用 尊重九二共识 回到九二共识 台当局一意孤行 不断操弄去中国化的行径 是行不通的 让我们很忧心的就是 当中特当的表面 现在要把传统的边缘史 跟这个国别史的方式 改成在东亚史当中呈现 这点我们非常感兴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历史远远流长 丰富而多元 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 可能下一代 另外 随着年底选举将近 新党主席郁慕明日前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国民党表面喊团结 呼吁大家一起支持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 却不愿协调议员选举 私下不择手段封杀新党 国民党文传会代理主委唐德明 对此回应表示 中国国民党中央并没有封杀新党的意思 而主席吴敦毅与郁慕明时常有机会碰面 两人互动情况良好 新党主席郁慕明质疑 国民党表面上喊团结 但是私下呢 却是不择手段来封杀新党 就有媒体认为说 这新党和国民党因为选举关系生变了 您怎么看 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一到选举来讲的话 就是即便是泛蓝阵营里面的政党 因为选举本身自己的利益分配来说的话 都会有潜在冲突的一种可能性 它确实是非常合逻辑的 为什么合逻辑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来说的话 就是在台北市的一个选举里面来讲的话 新党他之前就提过 他可能会有条件的去支持柯文哲 那这跟国民党最大的一个利益 就完全是两码事 因为国民党他自己本身 有提名候选人丁守忠 所以国民党当然是请全力去支持丁守忠 那细出泛蓝的一个新党 你没有照国民党的一个逻辑去挺丁守忠 你反而有条件的要去支持柯文哲 这个两党之间 当然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台北市长的一个选举 去埋下非常大的一个心结 或者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冲突 那第二个主要原因来讲的话 就是说即便我们现在很清楚 民进党他非常非常的糟糕 但是国民党坦白讲 你在改革的一个力道上面其实也不够 你在轻壮接班的一个布局上面来讲的话 也是不够也没有做到位 你在现今年底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战略 跟战术的一个面向上面 也看不出好像你有什么样的一种高招 能够去获取越来越多 县市的一个执政权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你国民党你要去争取到中间选民的一个选票 去扩张自己本身的一种票盘 或者是选票的一个基础 他确实有相当程度的一种困难性 那所以就国民党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逻辑来说的话 既然我抢不到中间选民的一个选票 去吃自己泛兰 泛兰伙伴新党的一个票机 当然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理性算计的一个考量 新党举行25周年党庆 那马英九也是应邀出席了今年活动了 那么请问马英九的出席 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呢 因为马英九现在对国民党来说是一种若籍若离的感受 因为他在三宗案7月20后被起诉了 国民党担心万一有什么阴挫阳差 好像跟马英九靠得太近似乎不利 但是新党在7月20以后从他小党的智慧 他们就宣布了他们是力挺马英九到底 他们组成的护卫队就是这个王秉忠带头 所以这两个政党对于现在马英九 拥抱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一方面觉得您刚刚问到 马英九今天下午参加新党25周年党庆 一方面马英九当然找到一个好的舞台 能够感觉取暖抱团取暖的感受 二方面新党当然希望借由马英九 这样一个声势或力量 一定会为已经势力不大的新党加分 然后争取多一些筹码 能够跟蓝军的领袖国民党来做一些讨价还价的一个空间或机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彼此都是为了选举的考量 据中新网援引韩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25号 韩国外长康金和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 就蓬佩奥突然取消预定下周访问朝鲜的背景 和今后的措施交换了意见 蓬佩奥在通话中就此次延期访朝的背景进行了详细说明 并表示韩美将在紧密协作下共同摸索日后的应对方向 康金和表示 国际社会对蓬佩奥赴朝鲜访问抱很大期待 对他突然取消访问感到可惜 为了彻底落实韩国和美朝首脑会谈的协议事项 韩美必须持续保持合作 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构建和平机制做出共同努力 蓬佩奥此前23号宣布 他将于下周与美国新任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一起访问朝鲜 一天过后 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上写道 我请求蓬佩奥现在不要前往朝鲜 因为我认为我们在朝鲜无核化方面未取得足够的进展 但特朗普表示 蓬佩奥期待着在不远的将来前往朝鲜 美国虽然临时取消了访朝计划 但是朝韩交流近期越来越活跃 据韩联社报道 为期三天的韩朝离散家属第二轮团聚活动 26号进入最后一天 舆论分析认为 此次离散家属团聚活动的成功举行 也为9月即将于平壤举行的朝韩首脑会谈 营造了氛围汇聚了名义 此外 韩国国防部长官宋永武表示 韩朝已就试点互相撤除非军事区内十余个监视哨所达成协议 并称双方将先行撤离一公里内的哨所在逐步扩大范围 另据《环球网》报道 美方表示 因为中方近来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变化 影响了美朝通过谈判解决半岛核问题的进程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25号回答记者问时表示 美方的说法违背基本事实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支持美朝双方按照两国领导人新加坡会晤共识 积极推进政治解决半岛问题进程 现在的问题是 有关各方应当坚持政治解决的方向 积极接触 商谈 照顾彼此合理关切 展示更多诚意和灵活性 而不是反复无常委过于人 这样才能确保政治解决半岛问题进程 不断取得进展 这次话题我们来连线 北极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吴雪岚女士 蓬佩奥23号才宣布 她将于下周与美国新任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访问朝鲜 24号就被特朗普叫停 特朗普的理由是 美朝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没有取得足够进展 那么特朗普所谓的进展是指什么 那么在您看来 美朝之间现在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想特朗普所指的进展 应该是前一段时间 美朝在无核化问题上的一些分歧 朝鲜就提出要我无核化 首先要让朝鲜半岛进入一个真正的中战状态 这需要美国多做一些事情 那美国说你想签这个中战宣言或者中战协议 首先你要做出一些让步 比如说朝鲜你要公布你的核武库 所以双方就进入一种胶着状态 谁都不肯先做一步 那么眼下其实美朝之间还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不信任感 虽然说当时美朝最高领导人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 但毕竟他们之间的分歧 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 所以很难在短时间把他们消除掉 尤其目前特朗普的一个态度就是 如果朝鲜不先做出更多的一些举动 那么他对于朝鲜的态度就不会来变好 或者说朝鲜希望得到从美国方面得到的一些东西 他就不会给他 然后这其实就会加重朝鲜心中对于美国的一个不信任 其实在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会晤之后 朝鲜方面觉得自己已经做出了一些比较积极的举动 你比如说交还了美军的遗孩 再比如说他也拆除了一些核设施 但是如果朝鲜这些善举并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一个回应的话 朝鲜就觉得自己有点心寒 那么在进行下一步动作的时候 他本身就会有一些退缩 尤其眼下我觉得整个全球的一种环境 会让朝鲜更加不信任美国 毕竟伊朗的事件在前面 伊朗已经和世界签了一个协议 很重要的协议 然后特朗普说给他撕毁 这个核协议就撕毁了 我想这件事情对于现在朝鲜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 在一些细节方面 朝鲜和美国之间其实没有达成一个真正的协议 双方之间这种互信 还是在短时间之内难以建立起来 最近韩朝关系进展顺利 那么就在今天中午 为期三天的韩朝离散家属 第二轮团聚活动刚刚结束 未来这类活动还可能定期的举行 此外韩朝还将试点互撤监视哨所 现在美国国务卿取消访朝 会对朝韩间的气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韩国对此能有什么作为呢 现在特朗普突然叫停这次访问呢 肯定会对朝韩之间的一些交流 有一个不太好的氛围上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现在只要韩国方面 一方面向美国表示自己的遗憾 表示自己的不满 另一方面呢 还是要用实际行动来和朝鲜 来重建朝鲜半岛的一个互信 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这次 朝韩离散人员的一个见面 我觉得他就是重建互信的 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这次有一个突破 有一个创举 那就是朝韩双方的人呢 是有机会单独在一起进餐了 以前呢 他们是有过单独会面的机会 但是没有单独坐在一起吃过饭 通过这个细节就能够让我们感觉到 只要韩国方面 现在还是要坚定自己的意志 来和朝鲜共同努力 来恢复朝鲜半岛的这种信任 我觉得这方面还是会有希望的 再有一点也是你刚才提到的 非常重要的 就是朝鲜和韩国已经决定 现在在非军事区 我们把原来的一些军事方面的监视哨所 给他拆除掉 这个数字呢 因为朝鲜方面的监视哨所比较多 所以呢 不是按照一个一个的这样的数字来撤出 而是根据一定的比例 这就是大家都在展示一种诚意 希望在朝鲜半岛上 通过朝鲜和韩国方面的努力呢 能够取得一定的进展 好的 谢谢吴女士的分析和点评 今天的海峡新幹線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